还有一个木匠就是 还有一个木匠就是李瑞环 前政治政协主席李瑞环 他是天津的木匠 李瑞环也是一个非常有智能的木匠 中国人聪明是绝顶聪明 李瑞环1958年的时候 他在参与人民大会堂建设的时候 他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明 因为当时没有计算机 当时没有计算机 所有的建造房子把图纸变成现实以前 你必须要先要放大样 用木板 当时都没有交合板 要把一块一块的木板 用八钉把它钉在一起 拼成一个很大的一块板 然后把所有的图纸的尺寸 全部画在这块木板上 然后在这个木板上 把它锯出整个形状 比如说一个楼梯 据出这个形状 这个就变成一个样板 然后你在建的时候 就按照这个样板来建 而不能直接按照图纸来建 因为图纸 你量图纸 你量尺寸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有误差 每个人都会有误差 你拼在一起 就会变成误差非常大 所以这个叫放大样 我们之所以当时房子造不好 就是我们很少放大样 除了我师父 造谣是放大样的以外 造谣 造一个钻谣的 不是那个造谣绅士 所以中国真的蛮惨的 一般工匠不会画图纸 像我师父这样 能够看图纸的工匠都很少 很多工匠都不会看图纸 我师父真的厉害 我师父真的是个天才 他都是 中文都不会写的 但图纸上面他会懂 他会懂 这个是一个抛面图 A A和A A到A这根线 这样的 他说这是一个抛面图 他知道 去看A1 A1 A1到B1 这个条线 在哪里 在哪里有一个 放大的图 他会去看 他能够看图纸 这个非常了不起 老师说 我都看起来有点累 开始的时候不习惯 所以技能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知识体系 但在中国 历史上对技能的侵蚀 我们有2000年 侵蚀技能的传统 工匠的地位 工匠没有办法 通过自己的技能 来使自己的技能 变成一项专利 变成自己的财产 所以非常遗憾 我们的技术 一直是 我们发明都很早 但是没有办法 突飞猛进 这是原来 维克多余国讲的 中国是一切发明资源 但中国人的发明 都是保存在 酒精瓶里的胚胎 它永远停留在胚胎状态 它没有办法长大成人 真的是这样 我们都是世界第一的发明 但世界第一的发明 以后的突飞猛进 都是欧洲人帮我们做到的 尤其是火药 我们第一个发明了火药 但是制成枪炮 尤其是现代枪炮这个概念 是欧洲人导传给我们 我们在16世纪 从葡萄牙 获得了葡萄牙的火炮技术 所以技能是我们知识体系当中 非常有用的部分 非常有用 它可以带来物质 这个是知识体系当中 我觉得应该最重要的 但非常遗憾 我们现在的大学能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大学很大程度上 只是被大家当作 一个提升社会台阶的 一个主要的途径 进明派大学 然后出去最好是管别人 不要去做手艺 这个是我们复旦大学 这一点是最惨的 复旦大学培养的学生 根本没有 企业界对于复旦的学生 最大的批评 不是指文科 理科的 复旦大学理科毕业生 最大的问题 就是动手能力很差 因为我哥哥就是 他是电子系统 做了几十年的人士 专门招大学生 他说交大的学生招进来 马上就能够上手工作 但复旦的本科生招进去 能够马上工作的人很少 而且嘴巴老得不得了 动不动就 我不干这个技术行了 然后就跳槽 复旦的学生最喜欢干管理 管别人 自己被人管 做事被人管 不高兴 一个叫没头脑 一个叫不高兴 不高兴 我为什么要被人干 我要管别人 所以我们复旦的学生 我们复旦最庞大一个专业 就是管理专业 所有的学生 你们不要笑 你们好多这里的同学 大概第一志愿都是填管理 对吧 至少在自主招生考试的时候 我在自主招生考试 我在做面试官的时候 我看这个同学 第一志愿填法律的 我都没碰到过 我们讲的知识体系的第一个方面 也应该是最重要的方面 应该是技能 我们现在非常遗憾 中国到目前为止能就这样 我们有太多的聪明的泥水木匠 太多的聪明的五金工人 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社会地位 我们现在工人都是打工的 他对这个企业都没有感情 而且他工人做得再好 你想就是在文革以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 我师傅是五级办公司 五级办公司是什么概念 五级办他当时是83块钱 我是二级工 我满四以后是二级工 二级工是多少 三四六块钱 他要比我多一倍半 他的技术 他就是因为他五级 他不是很高 八级工 八级工什么概念 八级工要相当于 促级的工资 要相当于一百 八级 如果你平到八级工的话 你可以拿到一百七十多块钱 是促级 是十三级正促级干部的工资 当然八级工很少很少 八级钱工 你如果是在工厂里面 做一个八级钱工 他这个考核标准是多少 八级钱工的目标 就是你必须车床 抱床 就车前抱 三样东西 你都必须要熟练 车这个动作的 抱是这个动作的 钱床什么意思 钱就是个财户钱 就是你任何器械都可以加工 大家想想这算啥 对不对 这算啥 很难很难的 我一直非常佩服有技能的人 大家可能知道 我们现在看到火箭技术 火箭技术是二十世纪 四十年代变成实用 当然它的实用非常惨 它是作为德国发射向英国的火箭 V2导弹 V2导弹的发明能逢不乱 它的学校非常差 它是一个大专毕业 是一个职业学校毕业 毕业了以后 应该去做技术员 画图纸的 但是这个学校好在什么地方 这些学生全部都去做工了 做什么 做钱工 做钱工 然后他那个师傅 把这么大一块铁 这么大一块铁块 扔给他 他说你来跟我学生意 对不对 好 现在要求你把这么大一块铁 把这块铁 挫成一个标准的正方形 正方体 大家想想 这算啥 这有什么难的 好 难得不得了 你在错这个面 你首先 你们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是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 这个师傅教他 首先做一个平面 首先你要挫出一个平面 这个平面 怎么叫平面 这根线和这根线 这个角和这个角 必须完全平行 这有什么事情 你拿挫刀挫 挫刀 我们在用力的时候 它的用力是有变化的 所以它会挫成这样当中 突出来 所以你必须前后用得非常平 挫出这个面以后 你在这个面做出一个90度角 你挫出这个标准面 两个标准面做出来后 再以这两个标准面 做出 和这两个标准面交叉的 这些面的直角 直角面 你只要有一个面挫的不对 特别是两个标准面 你只要两个标准面挫出 你这两个标准面 只要有一微米的差别 这边就会放大 你就没办法成为正方体 它把这么大一块铁 挫了四个星期 从这么大一块铁 挫成这么小一块铁 才达到这个标准 成为一个正方体 这个事情对它影响非常大 所以冯布拉恩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讲 他说这个功能对它影响非常大 他就知道任何设计 你最后必须要让人能够做到 可操作 怎么把它做出来 火箭技术在全世界当时都在推行 但是能够成功的只有它 为什么 因为它是功可比 原理不稀奇的 原理没有什么遗憾 原理没有什么稀奇的 就是要做得好 就像我们现在高铁一样 高铁不稀奇的 是只要你能够做出来 但是你做出来 你的可靠性要 你跑到这么快不稀奇的 跑到500公里 跑到350公里 跑到380公里 跑到400公里 都不稀奇的 都不算稀奇的 但是你要做出来 两根铁轨 两根铁轨 一公里之内 这两根铁轨的高跌 不能超过一个头发丝 你否则的话火车就要颠 因为它速度太快 这个就是工作态度问题 你要给它做好 还有一个 在高速情况下 它的车轴 它的车轴受到压力非常大 你这个车轴 必须能够经受得起 那我们现在恰恰就是 车轴做不出来 我们这个车轴 现在报废很多 做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金属加工也不行 我们提供的钢铁不行 我们提供的钢铁不是不行 我们钢铁的理论上 它都达到 指标都达到 但是质量做不好 质量不稳定 一个钢铁交出来以后 这个钢铁里面 它的杂质的分布 它有效元素的分布不均匀 这就是你基础工业问题 你们大概不相信 我有一个同学 中学同学做大炮 大炮怎么做 你们知道吗 一根炮筒 这根炮筒 不是拿块板卷起来的 炮筒 一个炮筒是拿一个原钉 拿一个圆的钢铁 先把这个钢铁砸 给它压 压得它非常紧密 然后用一个伸孔钻 这么钻进去 就是这么纵向的打进去 打一个孔 把这个炮孔全部都钻出来 钻完了以后 钻出这个炮孔以后 拿显微镜伸进去 一点一点看 看这个钢铁有没有裂纹 只要有极小的裂纹 这个钢铁就报废 中国的大炮是怎么做出来的 七十年代的时候 这大炮 十根钢钉里面 十根钢钉 里面只有一根钢钉 钻好了孔一看 哇 是可以做炮筒的 另外九根回去挥路 前面都白钻 就这样 为什么 因为做军火可以这样做 因为你做军火不计成本 但是你做铁路车轴 那就不是不计成本的问题 所以智能 真的智能非常非常了不起 中国现在真的是太缺技术功能了 我们的技术功能 技术功能因为现在 它要提升自己的身份地位 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太难了 所以一般人都不愿意 一般人稍微有点 他第一件事情就做 他不愿意做技术做一辈子 就像你们的父母 可能有很多是功能 可能手艺很高的功能 但他们不希望你们去做功能 他们希望你们学法律 学管理 学金融 去管别人 真的非常遗憾 这绝种 技术功能都绝种 真的非常遗憾 我们将来这样下去 这个国家真的没智 真的真的没智 你技术不尊重 技术功能得不到 到今天为止 我们这个技能能就 能就有意识无意识地 把它排斥在知识体系外 我们上课老师很少讲技能 尤其复旦的老师很少讲 我们俩很多职业学校 我们上海有全中国最好的技工学校 在那 邯郸路和那个 易仙路口 那个是七十年代建的 上海第一 第二技工学校 那个里面有 到今天为止 它能就装备了 就 任何一个时期 最好的机床 这里面全部都有 所有的功能都可以 所有的学生都可以上机床 它这里出去的功能 马上就 它最好的速控机床 它里面都有 都会操作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你去看一下那些速控机床 全都是进口 我们好多速控机床 都造不出来 工作母纪造不出来 真的非常遗憾 而且里面那些老师 我看到上课 哇个天 也是跟大家一样 也现在这样 一个教室 一个教室上课 怎么上得出来 你这个要到生产线上 就做才做得出来 下面第二种呢 也不是带来物质力 第一种还带来物质力 第二种就一般来说 不创造物质力 就是思维的模式 任何学科 实际上都在给你 灌输一个思维模式 这个思维模式呢 老师不会专门去讲这个 但实际上 我们就在给你 大家灌输这个模式 比如说我们法律 因为任何学科 都试图把我们 面临这个宇宙 我们所看到的自然界 跟我们这个人类社会 试图把它简单化 简单化 分析成几个要素 然后把这些要素之间 编成一个方程式 然后来预测 这些要素运动的结果 对不对 任何学科都是这样 这里没有人举手反驳 因为我当时95年 95年我在上课的时候讲这个 我们复旦当时有一个 文理基地班 文科基地班和理科基地班 他们合在一起 上一门叫法学基础 然后我再给他们上课 有一个无理系的老选举手 还有老师 你这个说法不对 但我们理科 讲的那个要素和那个方程式 和那个结果 都是确实存在的 你们文科这个都是你们想象出的 你说我马上就要讲到这个问题 文科跟理科最大的不同点 文科它不是实验科学 我们也叫科学 但不是正宗的科学 就是大新科学 这个是大新的 不是正宗的 理科的科学 它是以实验为基础 这个要素和那个要素 经过这个变化 这个方程式出来 肯定是那个结果 只要符合我这个职业式条件 它肯定是这个结果 文科讲了半天这个要素 但出来的结果 完全无法预测 完全无法预测 文科很大程度上 它是经验科学 它是经验科学 就可能在大部分情况下 会发生这种情况 但是这个情况 可能性是多少呢 就跟上海气象台暴雨一样 天气日暴一样 为什么气象学到目前为止 仍旧不是一个能够精确预测后果的一个学科 也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事项学它太复杂 它影响这个变化的因素太多 那我们文科就是这个毛病 我们文科影响一个人的行为 我们研究人的行为 但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是实在是没有办法 它的因素实在太多太多 你甚至于料不到 你现在发生它这个变化 你没有办法排除 你没有办法排除 它发生这个变化 确实是因为我加进去这个因素 所以它发生这个变化 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 它在这个同时 是不是受到其他的影响 实验室条件是一个封闭的条件 在这个实验室条件里面 我可以把外来的干扰 能够控制在一个最低限度内 所有的外来干扰 我都是可控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得出的结论 我加进去这个东西 所以出来这个结果 我加进去一个圆的东西 出来一个三角的 我可以这样讲 因为我加进去这个东西 所以它出来是这个东西 但是文科的问题在这里 文科我们面临着这个系统 我们进入这个社会 这个人 以及由人组成的社会组织 你不知道有多少因素 在这里影响 当然大家可以讲 跟实验室一样 把这些干脑全部都取消 可以不可以 有一个地方就是这样的 就上海提兰桥监狱 它是这样的 所有的干脑都被排除了 所有的干脑都被排除了 但是 即使把所有的干脑都被排除了 你也不能保证 我对他进行了改造 他出来以后就成为一个合法的公民 这可能性很小 我们现在罪犯的 我们现在罪犯释放以后 重新犯罪的比例有多少 我们都不敢说 三分之二以上 进去的人 受了三年五年的教育 劳动改造 改造的时候出来 还是原来那个痞子 还是那个罪犯 但你看他在监狱里 写这些悔过书 论罪书 写的好都不得的 绝对都是符合你需要的 这就是文科第二个问题 文科 你对于实验的观察 恰恰是你对这个实验 最大的破坏 你对这个实验的观察 他是对你这个实验 最大的干扰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人 在内心深处 他都有一个办法 来护论你 就讨好你 他会配合 他会主动地配合你这个实验 不相信 怎么可能 我充满逆反心理 对 每一个孩子 在你们这个年纪 高中的时候 都是充满逆反心理 这种逆反心理 实际上怎么产生的 他希望得到父母的重视 他只不过是换一种方式 小时候是拼命地讨父母习惯 一看到父母就笑 老爸看到那个笑 高兴得不得了 但是 等到你高中 你换了一个方式 看到老爸 不惨 实际上你内心深处 人就希望得到老爸的重视 只不过你换了一种方式 人没有办法 这个是我们人的本人 它不是我们大脑 这个不是我们的意志能够控制 这是我们大脑生出 我们的基因决定的 本能 为什么 非常简单 因为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生活的 人类作为一个动物来说 人作为一个动物来说 它的生存能力是 我们这个地球上 所有的生物当中最差的 想想看 我们这个人多蠢 我们这个动物生出来多蠢 生出来以后 居然要三年 三十六个月以后 你才能够熟练地奔跑 但是这个熟练地奔跑 人就没有办法避免天敌 任何一头狮子 任何头一个比你大的动物 都可以比你跑得快 轻而易举地超越你 尤其是要命的是 你三岁还不行 你三岁以后 你要能够自食其力 至少一到十六岁 哪个动物有这么蠢的 非洲原野上的斑马 掉下来二十分钟之内 掉下来二十分钟 它必须要站起来 再过二十分钟 必须要能走路 再过两个小时 可以跟上大部队奔跑 否则的话 被狮子吃掉 这很明确的 生存竞争 我们人这个动物存不存 一生下来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会懂 要经过漫长的哺乳期 经过漫长的成长期 才能自己养活自己 你们到今天都不能自己养活自己 你们出去打工的话 我看有哪一个老板要你们 这点都是 这是一个个身无缚鸡之力 舍无缚鸡之力的家伙 出去干什么呢 你们连搬砖都不行 挖土方 上海在做一个土方工 土方工很赚钱 现在一天150块钱 但是你要在上海这个地面上 你要用铁锹挖一个立方米的土 你来挖挖看 你大概像你们这样的人 大概挖三个小时 你们就趴下来 挖下去 尽时乱七八糟的石头铁块树根 你要挖一个立方米 还很难了 所以我们这个文科这个学科呢 我们文科的这些所谓的规律之类的东西 你千万不能把它当得太真 它只是预测一般人 在一般情况下可能会这样做 但是人是最有变化的东西 它充满了变数 所以你不能够预测它百分之百这样做 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文科的预测从来都是失败的 最失败的学科就是经济学 拢了一大堆工资 拢了一大堆数字 从来没有预测过 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测准 经济危机什么时候爆发 通货膨胀到哪里变成拐点 然后都在那里胡扯 还自以为是科学 我的天哪 干嘛 你们这里有经济学代表 有没有 下面我们要讲我们这个法学了 我们这个法学交换给灌输给大家的一个要素呢 也是极其粗暴 极其生硬 极其野蛮 我们把一个人 这么复杂的一个人 我们把一个人的行为 居然用一把大刀砍下去 只有两种 一种叫权力 一种叫义务 权力就是你可以做 你可以不做 你可以要求别人做 你可以要求别人不做的事情 这个叫权力 一个就是你必须要做 和你必须不做的事情 这个叫义务 任何事情出来以后就衡量 谁有权力 谁应该履行义务 没有履行义务 赔钱 结束 哪有这么简单 人的生活不是这样的 哪里有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难道天生就有的 没有的 这个只不过是 我们为了解决社会纠纷 这样简单一点 这样方便一点 这样有一些可量度的要素 可以来把握 哪里有这么 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 算了吗 今天我们下来看 我们下来看 感谢观看